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 黄埔一期的廖映泽将军 上一集我们说的 1944年4月 廖映泽 作为齐二军的军长 率领他的部队 和日寇展开了一场激战 战斗首先在影上线的外围打响 日伟军在飞机的掩护下 向齐二军的阵地发起了猛攻 在如潮水一样的 日伟军的猖皇进攻的面前 廖映泽向坚守阵地的部队 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先抱着厮守阵地的打法 全力以赴阻击日军的进攻 在日伟军攻势 越来越猛烈的时候 故意落出破绽 逐次向后撤退 右敌深入 给埋伏在另一处的 骑兵部队创造战机 坚守此处阵地的部队 严格的按照廖映泽的部署 和日军展开了战斗 逐渐暴露出 无法抵御日伟军的攻势 开始有序地边抵抗边撤退 日军看见中国军队 在他们凌厉的攻势面前 不得不后撤 感到这正是 全天这股中国军队的好机会 所以紧紧地咬住不放 当把这股盲目冒进的日伟军 引用到影上十八里铺的时候 这股急于消灭中国军队的日军 已经完全和日军的其他部队 拉开了比较大的距离 成为一支孤军 廖运泽迅速地下令 早已埋伏在这里的一支骑兵部队 马上进入战斗状态 这股骑兵部队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青马派来参加抗日作战的 骑军第八师 那么青马的骑兵部队 在接到廖运泽的命令之后 迅速地跨上战马 狂飙突进 像一阵旋风一样 就冲到了日军面前 正追在杏头上的日军 没有想到这里还埋伏了 中国军队的一支精锐骑兵 就在他们惶恐不安的时候 国军骑兵手中的大刀 已经砍下了日美军的脑袋 一鼓作气 把这股日美军几乎全部消灭 那么第一次进攻受挫的日美军 当然不甘心就这么轻易的失败 所以第二天又发起了更为疯狂的进攻 出动了三架飞机和大量的炮火 对齐二军防守的影上线 所有阵地狂轰烂炸 在日本军强大的火力连续打击之下 廖运泽迅速改变了战术 不死守既有阵地 命令部队后撤到六十里铺阵地坚守 那么日军孤注一掷 集中所有的兵力 向六十里铺阵地进行了轮番进攻 目的就是必须把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 全部消灭在阵地上 撕开拿下抚养的屏障 被围困在六十里铺的齐二军的一部 虽然知道已经被日美军的优势兵力包围 但是他们毫不畏惧 反复和抵近到阵地的日美军进行拼杀 始终牢牢的守在阵地上 就在这支国军部队坚守六十里铺的战斗中 还真实的发生了士兵用步枪和机枪 联合打下一架日军飞机的战力 打下的这架飞机还是一架轰炸机 当时这架日军的轰炸机 为了更准确的把炸弹投掷到中国军队的阵地上 肆无忌惮 更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军队缺少防空武器 所以有意识的把飞机飞得很低 好把炸弹更准确的扔在国军的阵地上 那么齐二军的官兵们看到这一情景愤怒不已 不由自主地吊转枪口 瞭转飞机 在密集的射击下 打中了这架日军飞机的油箱 被击中的日军飞机就这么吊了下来 那么打下日军飞机 极大的振奋了官兵们的士气 那廖运泽在接到官兵们用步枪和机枪 真的打下日军飞机的消息之后 也非常的开心 廖运泽得知 坚守的六十里铺的部队被日军包围 他心急如焚 立即下令两个团紧急持援 务必把被围困在六十里铺的部队救出来 接到廖运泽命令的这两个团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六十里铺的外围 向日军发起进攻 得知有军前来解围 坚守的六十里铺阵地的部队也是越打越勇 在齐二军的前后夹击之下 粉碎了日军的图谋 招架不住的日军 不得不让坚守在六十里铺的这支部队突围而出 就在廖运泽调集两个团的部队 解六十里铺支援的同时 日军其他部队发现齐二军 抚扬一线的防御兵力薄弱 就趁机向抚扬冒进 前锋已经抵达了十八里铺 已经突出重围的这支部队 包括前来解围的两个团 在接到廖运泽的命令之后 迅速挥尸向抚扬城进发 前锋很快就和占领十八里铺的日军交火 日军看到齐二军的部队 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 担心再次发生盲目冒进被拳肩的事件 所以不得不从十八里铺后撤 就这样 齐二军在廖运泽的精心指挥下 彻底打垮了日军 希望占领抚扬的阴谋 让晚北的这座重镇没有遭受到日军军的涂汰 在此战之前 廖运泽和当地的专员县长们商量 动员城内的市民向农村疏散 免遭敌机的轰炸 将带不走的财物妥为安置 门上贴上封条 只要抚扬不失手 保证做到原封不动 战斗结束之后 市民陆续回到家中 发现封条未动 财产没有遭受任何的损失 都盛赞廖运泽至军有方 1945年8月29日到10月10日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 经过43天的谈判 在10月10日 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即双十协定 国共双十协定签订之后 军条处执行部三方代表 周恩来 张志忠 马歇尔 由北平 菲利济南 视察停战协定执行的情况 廖运泽等人在机场迎接 那么当廖运泽看到自南昌起之后 阔别多年的老首长周恩来的时候 不仅是激动万分 当周恩来走到他面前的时候 廖运泽激动地喊出周主任 周恩来很热情地和他握手 关切地询问廖运泽在哪支部队供职 还特地介绍他和新四军军长陈毅见面 那么眼看内战在即 廖运泽为了不违背 不与共产党在战场上并融相见的初衷 以戎马多年身体不知为理由 提出了辞职 1946年当内战全面爆发的时候 廖运泽的辞呈被获准 离开济南之后 廖运泽回到南京 玄武湖畔白子亭17号 闲住了两年 他每天除了早晚到公园散步 读书看报之外 主要是在马奖桌上消磨岁月 黄埔一期的同学陈大庆 王仲莲都成为他的牌友 后来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同乡 吴中信 又催促他再度出山 当时廖运泽考虑到国民党的败局已定 如果能够掌握一部分兵权 刺激起义 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于是他就同意了吴中信的意见 顾祝同委任廖运泽 为第八绥靖区中将副司令 兼第一宗队司令 在此期间 廖运泽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接触 并向窝北一带的中共地方武装部队 提供过通讯器材和物资 1948年底 在淮海战役中 廖运泽的堂弟廖运舟 在双队级率部起义 那么因为廖运泽一直反对蒋运石打内战 消极闭战 所以他也受到了保密局特务的注意 他的住所被监视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廖运泽仍然保持着和南京地下党的联系 1949年4月 他被调任渠州编链区中将副司令 那么到那里 他策动了住一屋的他的另外一个弟弟 廖运生 指挥110时起义 然后廖运泽安排好家事 告别妻儿 在随从卫士们的保护下前往香港 在香港住下之后 他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精神 给他的旧部318师下达首令 要他们在战场上起义 就这样 318师见万名官兵 听从了老长官的首令 调掌枪口 加入了新中国的行列 廖运泽为全国的解放 又做出了一份贡献 解放之后 廖运泽在1952年初 在香港给周恩来总理写信 要求回南京 后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廖运泽夫妇一家就定居在南京 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和关怀 廖运泽被安排为省政协秘书长 后来又改任省政协副主席 南京第一任市长刘国成 副市长宋任琼 唐亮 张林芝等领导人 都曾经登门看望过廖运泽夫妇 周恩来总理每次到南京开会 或者视察的时候 都要向省领导 询问廖运泽 廖运生等人的情况 而廖运泽和他的好友 许光达大将的友谊 也更加的深厚 许光达大新中国建立之后 历任庄稼学校的校长 庄稼兵司令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大奖军衔 在50年代中期 到60年代中期这十余年里 廖运泽只要到北京开会 必定会去许光达的家里做客 两个人品茶饮酒 共同回忆过往的岁月 无话不谈 许光达每次到南京开会或者办事 也必定抽空 去廖家做客 廖运泽于1953年加入了民革 后来历任江苏省民革副秘书长 副主委和民革中央委员 另外他还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省政府委员等职 兢兢业业的为新中国的建设 做出贡献 文革之初 廖运泽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冲击 被逼迫定期写思想检查汇报 那么对廖运泽第一次比较大的冲击 是来自于迫害徐光达大将的专案组 文革期间 徐光达大将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那么迫害他的专案组 想尽一切办法 罗知徐光达大将的黑材料 那么在徐光达大将的革命生涯里 有一段是在安徽寿县和孙德青 廖运泽他们一起 在百分位的33军学兵团进行工作 但是之后因为被发掘 所以他们离开了学兵团 那么这段时间 能够为徐光达大将做证明的人比较少 孙德青已经牺牲了 廖运泽是唯一健在的建设人 所以徐光达专案组的那些人 就想从廖运泽的身上找到突破口 罗知徐光达在受限被捕叛变的事情 可是廖运泽坚持原则 绝不参与罗知莫须有的罪名 当时徐光达专案组的那几个人很难缠 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干脆在南京住下 纠缠廖运泽长达一个星期 软硬兼施 但是廖运泽始终没有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1969年6月3日 被隔离审查两年多 受尽折磨摧残 但是仍然坚真不屈的徐光达大将 含冤去世 这个时候廖运泽并不知道自己的好友 已经撒手人寰 因为这个时候的廖运泽 他本人也在另外一场更大的风波之中 1968年秋 正值文革高潮的时候 南京选武湖畔白子巷17号 那栋旧阳楼里 突然来了几位不蹭之客 他们是在黄永胜 夜群控制下的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专案人员 他们要求廖运泽写一份材料 证明林彪副统帅 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廖运泽出于尊重历史的考虑 拒绝了这个荒谬的要求 廖运泽当时笑着说 1927年南昌起义前 林彪同志确实只是我部下的连长 相当于是中卫军衔 他怎么能与周恩来 朱德 叶挺 贺龙等同志 并列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呢 我们不能随意的篡改历史 当时那些人非常的恼火 其中一个人就大声的叱骂说 廖运泽你好大的狗胆 竟然敢不尊敬林副统帅 直呼其名 你还公然的为大军阀朱德 大土匪头的贺龙唱唱歌 平公百好 你这是活得不耐烦的 廖运泽当时强忍着愤慨 铁青着脸 端坐在椅子上 保持沉默 围守了一名军官 打开了公文包 取出手枪 威胁道 说廖运泽 你真是反动本性不敢 上次我来调查 你就包庇许光达 你要是不识相 存心对抗 无产阶级司令部 我就毙了你 廖运泽忍无可忍 站起身 愤怒的说 你们休想逼我写假证明材料 违背良心的事 我是不会干的 你就朝我的胸膛开枪吧 我玩枪 玩了三四十年 还害怕这玩意儿 这几个专案组人员 一看就愣着 陪同他们过来的 省军管会的干部 还算讲道理 从中劝阻 请那个军官收起了手枪 然后提议 共同学一段毛尔徐语录 捏完语录 他们就离开了 但在此之后 廖运泽又多次 遭到了专案组的骚扰 但廖运泽始终坚持着 历史的真相 凭心而论 廖运泽还算是幸运 他亲眼看到了 林彪反党集团的负命 也盼来了四人帮 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廖运泽又担任了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南京黄埔同学会会长等职务 而他在文革期间 拒绝写有关林彪 在南昌起义时的假材料 这个事情呢 在八十年代初 在报刊上被报道 那么全省和全国 都知道这件事情 大家都非常敬佩 廖运泽的勇气和正直 那八十年代 廖运泽看到国家 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他心中非常的高兴 据曾经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回忆 他在担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 同时担任民革江苏省委主委 在这两处办公机构 他上班的时候 总是先到人大机关的办公室 看文件或者参加会议 然后再到民革省委 听工作汇报 看材料 或研究检查工作 从不间断 十分认真 不辞辛劳 1980年的时候 他的夫人患病 急需用的药 当时南京医药公司缺货 需要到上海去取 时间紧迫 所以机关领导呢 就派了一位同志出差去上海 为廖运泽的夫人取药 回来的时候 根据规定 填好了 旅费报销单 廖运泽知道之后 就取了单据 也没有看 当即全部撕毁 他说 这是我的私事 全部由我自己来付 不要报销 正是显示出 廖运泽 公司分明 良好的品德 80年代初 市场上食品比较紧张 政协行政处 代购了一批食品 分配给大家 由个人 分摊菜款和费用 那么分给廖运泽 的那一份 他总是拒收 退回政协 他说 大家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排队 那么这一份 就分给大家 这些事情看似是小事 但是不断地为人称道 也让廖运泽成为大家钦佩的榜样 1985年 廖运泽兼任了南京黄埔同学会长 此后 他虽然卧病在家 但仍然坚持接待黄埔校友 廖运泽说 今天祖国要统一 民族要团结 中国要振兴 这是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他希望与黄埔同学 能够携手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这是廖运泽热爱祖国的最大遗愿 也是黄埔师生 在经过了风风雨雨之后 共同的愿望和目标 1987年9月23日 廖运泽定逝于南京 享年85岁